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欧洲方向和东北亚方向分两个方向 咱们谈 今天分两个方向谈 可能会做两期 先说中国的东北亚方向 中国的05万顿大区 直接是抵近厄阔沙海 日本海 对日本形成这种抵近涉压 日本海咱们都知道 日本的后院 中国的官方媒体说 按照年度例行计划和中国双方共识 中国两军10艘作战舰艇 数十架作战飞机 9月中旬与日本海 鄂霍沙海 西太平洋相关海域 举行北部联合2024演习 咱们之前介绍过 北部战区 北部战区作战区域是包括北美的 这是所有中国战区里边 现在看他是要应对的敌人是最硬的 他是北约 纯白种人和日本发达国家 北部战区 作战区已经确定了 这次演习是深化中俄两军协同联合作战水平 我一直讲一定要先保证北方的战略安全 咱们讲过吗 一直都讲过 因为北方的威胁比南方要大得多 我之前讲什么一定要从北往南打 很多人曲解我意思 调什么南北冲突 错了 因为北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根本就不理解 当年苏军压的时候 你没在东北待过 小时候我就见过打靶 部队那一百万人压在东北 平时都是能见着打靶的 倒是减子弹壳的 东北当时部队多少呢 那种的没见过南方 他不知道那种军事状态 现在终于是有点好生活了 突然忘记当年那种压迫感 不能忘记 永远不能忘记 从朝鲜战争一直到苏联大兵压境 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北方的压力 一直是最大的 从现在也不应该忘记这点 尤其现在北部战区出动以后 你看北部战区整个区域 应该非常明确 我们北部战区是面对的是白种人 是真正的最大威胁 台湾包括东南亚那几位 你说有一个算一个 那算是威胁吗 那都剿匪一样 派出所是级别的 那根本不够打 所以一定注意 我们一定要向北向北向北 我们的国力要向北 不要向往南 要向北 你有支援的能出钱出力的 往北去不要往南去 北部压力是真的很大的 全是发达国家 全是牛逼的 有一个算一个 你往南算算一算 咱们回到北部战区 说要应对中俄要应对各类型的安全威胁实战能力 这轮联合演习有三个看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访客为主了 以前这个区域当然我们是客人 日本海 厄护护折海 对吧 中国一般都是客人 现在我们是主动在这员 然后邀请日本去 邀请俄罗斯区arena 广播名确消息 本伦中俄联合演习海 演习空域 选择在日本海 厄护护护折海 海域进行 上述海区虽远离以往中方常态化的演习实施地点 同时也是中俄国家安全和战略部级的 包括经贸合作的核心区 我们未来北极航道是不要经过俄罗斯海和日本海 就说白了 我是应该一年前就告诉大家了吧 日本海中国一定会掌握的 我们的航道已经确认了 包括日本海厄河斯海 也就说北海道 未来我们一定要掌握的 日本人现在要倒大煤了 包括中俄原油管道 包括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西伯利亚力量 包括中俄能源 粮食录路通道 萨林天然气 中俄电力走廊 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 粮食合作 所有的区域全部在东北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能源保障区 粮食能源保障区 中国在上述地区联合军事演习 针对性安全合作 对吧 无可或非 这次我们歼16也恢复战区了 据我了解俄国 俄国现在媒体对于中国歼16 非常感慨 外观像着苏 苏27 苏贺一式的战机 但是里边啥都不一样 他们很感慨 这东西看着像俄国的飞机 但是一点不一样 一点不一样 他们也是感慨 就是触景生情 看到那个植二龄 又是美式的黑鹰 他又得不一样感慨 俄罗斯人现在 逐渐跟中国交流 他有很多很多 就是咱们说首次见到 所以他们感慨也正常 这本北部联合2024演习 牵头方是中国 是中方实施 意味着 这个海上空域举行的军演 我方是邀请方 被邀请方变成俄罗斯了 反客为主 中方近年来是高度重视 日本海和恶祸 此外海安全 我们已经投入 东北亚安全整个的战略 投入已经确认了 就是说日本人没跑了 你现在想往哪儿躲 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站立投入 你躲不开 还有就是位置 我们提前布局 日本海是西北太平洋 最大边缘海域 就是路远海 你看它这个是包在 陆地和刀屿中间 从西部与我国东北地区 也要相望 东部直部直面是日本列岛和溃老 对吧 日本海与外界可以通过 对马海峡 金青海峡 中国海峡 达达海峡 关门海峡 各水道相联通 这次G20也参与 那G20参与可能就意味着 我们有这个登岛作战 或者是登陆作战 或者是反潜作战等等 但我没有看到这个G20 下面有带这个反潜设备 应该就是登直升机的舰支之间的沟通 或者是运输直升机 相比于黄海和东海 日本海直接升到日本的战略腹地 所以日本海才是日本的软肋 日本列岛在西南至东北方向 呈现一个狭长分布 而日本海恰好位于日本列岛的 本州岛和西北方向 日本本州的西北方向 就日本本州岛核心腹地 日本海 日本的政界 学界 战略界都认为 这次中国双方把这个 日本海 活动增加 等于是叫战略突入 他们日本起个名叫战略突入 突入 突然进入 就是势必要极大牵制住 美日军事资源要向北了 要投射回日本 以前是放在哪 放在台湾 离开一千七 两千五 把这个战略资源要再回到日本海 干扰破坏日本在西南岛链 封锁军事基地部署 所以我们这次联合军演 战略价值 军事 发射基地 纯纯的堡垒区 它贴近俄罗斯的远东 哈巴罗斯克边疆区 在冷战期间 被苏联视为它的战略核潜艇的 二次核反击的重要发射地 我们发射地 当然一个是渤海 一个是南海 俄罗斯就是在厄河河河河海 同时间 拱卫远东地区也是就是第一个堡垒区 你要进入远东地区 进攻的话 堡垒区就是厄河河河海 允与中国海军舰 日本与厄河河河河海 虽然是被北海道和亏岛地理分割 但从地缘政治 安全布局海上作战 角度看 它是一体的 日本海和厄河河河海是一体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区域 因为它是一体的 与同时 按照军事角度 地缘政治角度 它都属于西泰边缘海 那就是它有强烈的地缘属性 势必是周边国家 深度安全联系的重要地区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日本的安全 有人说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那咱们得讲一个 日本海 日本海有事 是不是日本更有事 看到吧 日本人现在头大 顾头不顾定的 同时呢 更加长一角度看 这个厄河河河海 日本海 未来要连接我国东部 沿海港口 那么进入到北极航道 我们是不是北极航道 也要经过这两个海域 所以中俄现在在海上联合演习实际就势在必行了 我们长期要在日本海进行巡航的 还有一个就是西太平洋美军 就不论是日本海还是厄河河河河河海 就是他们都是解放军突破所异道链 封锁的主要战略方向 同时也是人民海军走向远洋辐射西太的 执行任务的必经之路 咱们讲过 这个北部战区 它是直接奔着二道链突破的 它过了厄河河河河以后 就奔着阿勒斯加下个移了 对吧 那就说 一岛链二道链我们突破 是从厄河河河海突破 日本北部突破 所以它就是突破 突破岛链 最重要的一个区域 我们当然要控制 我们在南部 你看南部你突破 还得过关岛 关岛你突破 我们现在辽宁建山东建去过 得有一阵工夫 给它周旋 但是从北部去 有俄罗斯的掩护 我们从北部去 突破很快 所以相较 这个海域 我们之前是相对陌生的 水文地理气象 阳流风向 海水密度环境 我们都不掌握 现在逐渐掌握 了解熟悉 潜在对手力量部署 包括活动规律 我海空军兵力 空军配合海军 我们现在 这绝不可能是 就一个海上巡航 海空军联合 那时候陌生海空域 积累经验 中国的歼16已经去了 从现在解放军的战训布局 力量投送布局 海军编队 空军 无人机编队 在日本 执行长大化作训 频率越来越高 所以十多年前 你看中俄在日本海 联合演习 主要限于彼得大提湾 附近近海 现在中俄联合演习区域 不仅包括日本海 沃沃沙海 还到了中国的东北 和俄罗斯远东 陆级兵力的 集团的支持 你可以想 这演练是什么 演练的就是 这个区域的一个战役 这个行动 实际就是夺取日本 双方参与兵力来看 演练科目 从小型化单一化 小编组单位 到大编队 多编组 多兵 然后全要素 就直接上升到战役 直接上升战役 这个意义就是一步一步提高 递进的信号 让日本人非常害怕 同时我们看到 中俄达成共识 这一轮中俄联合演训 科目从北部联合 2024演习开始 还将衔接俄军有一个 我下一期会谈 大洋2024演习 衔接俄军的演习 中俄海军变境编队 一共将共赴太平洋相关海域 还要进行演习 实施第五次中俄联合巡航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俄罗斯和中国 现在目标一致 这目标一致 日本现在要抖大霉了 联合国两个常识理事国 瞄着你呢 联合巡航就包括白令海 日本海 以东的西太 这什么意思 宣誓控制权 海权了 中国共同宣誓海权 在日本 你现在只限定在你的本土 这四个岛 出这四个岛 你的海军不允许有任何的动作 就是中国海军 这次就是宣誓我们的制海权 如果美国和日本在这 现在包括北约盟友在这宣誓制海权 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宣誓制海权 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是中国不允许日本跨过这个门槛 你变成正常国家 发生 我们在台湾上 我们在台湾上 我们在台湾上